日前在賴群組流傳一則高雄市交通罰則 將加重的消息引起許多民眾討論 對此高雄市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特別回憶民眾此消息為假訊息 呼籲民眾不要誤信轉傳 有關自本月20日開始 有那個從紅燈右轉的部分 要儲新台幣5400元的這個罰款的部分 交通違規加重處罰的這個一則 這個是小訊息 請市民朋友的話不要轉傳 要冷靜來小心查證 這則訊息內容 雖然是以提醒民眾遵守交通規則 但在違規財法的金額 卻比正確版本高出許多倍 高雄市交警大隊也特別提醒 收到類似訊息要加以查證 千萬不要慶幸轉傳 這則訊息來源的話 每隔一段時間 他都在通訊團體的話 會再轉傳一次 那我們這邊呼籲我們的民眾 如果有碰到交通法令上的問題 可以致我們的何處逼 就是我們的分局或者是拍手來洽詢 我們如果有接受到這個訊息的話 一定要先查證 不要立即就轉傳你的親朋好友這樣子 這樣的話可能會造成其他的一個不必要的困擾 網路訊息真真假假 民眾很難在第一時間就能辨別 因此收到類似的訊息可以先上事實查核中心做查詢 或是詢問相關單位正確的資訊 以免受騙上方 記者張世民 潘文玉 高雄報導 我們已經算看了 好 來個綫動的情況 這是我注意的 時間令到 分明